副县长陈振生今天上午在县府文化局演艺厅 主持2020南投县客家文化节系列活动记者会 陈副县长致辞 肯定南投县客家协会等16个客家协会 多年来努力振兴客家文化的努力及成果 他也欢迎所有的民众到中心新村大操场 来体验南投客家文化之美 这次的鸡舍会在一群活泼天真幼儿园学童的表演中热闹展开 包括副县长陈振生 先缘陈振严 赖燕雪 及南投县客家协会理事长范光顺等贵宾都应要出席 陈副县长表示 第二届南投县客家文化节即将启动 多年来本县客家文化在华局积极推动 几幅倒下已经累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 而这些都将在18号的活动中都能重复展现 欢迎大家一起来同乐 第二届的我们客家文化节即将启动 那今天记者会就是特别拜托 以及请我们媒体朋友 为了客家文化节活动来做多家的报导 因为客家文化在文化节的推动之下 它目前为止累积了相当多的成果 包括之前的童话记 以及课语认证 还有许多文化研习班的开办 这种种都是慢慢累积能源 累积能量所创造的一个表演团队 那我们从历年来 国家事务的工作 参与我们可以感受到 国家人是刚刚各位贵宾来参与的时候 特别表明就是国家是比较应景 甚至也勤劳忽视 所以在工作推动方面都非常细腻 甚至于把相关的一个事务 做得非常道地 尤其国家美食在国家乡亲 大家的脑力激荡之下 确实也成为我们台湾米食的一项主流 这都是可喜的现象 所以等于显示我们南投客家协会的乡亲 人士虽然还不到六文之一 不过有这种能量 真的都是未来可再提升的 甚至于创造更多的客家的事务 这方面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在于努力 南投县客家协会理事长 邦光逊已表示 多年来协会在县府指导下 推动客与论证 美食 技艺 文化产品等培训 推广工作成果良力 南投县客家文化节 今年进入第一个届 以三大活动呈现本县诱合 使同客与学习成果及文化产品 我们在这个10月18号 我们由文化局来举办 我们这个南投县客家文化系列活动 记得我们在两年前 有举办过第一届的客家文化节 那时候是举办中台湾刻意打雷台 那次的活动反应也非常的热烈 我们在这个礼拜天 我们是同样在举办 我们客家文化节的系列活动 那天的活动 主要是要求我们生活客与的 这些小朋友来共同表演 还有我们各客家协会来共同参与 那天也有美食的一些饗宴 那在下午2点的时候 我们有邀请到郎主营这个名师 来为我们讲课 到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参与 我们今年所举办的客家文化节 文化局指出 今年客家文化节系列活动 以时代同堂概念来呈现 本县客家文化推广扎根成果 活动由11号的肯定会拉开拭目 18号客家同的七宿宝贝活动是众统系 透过老中轻动 时代协力参与三大活动 想象本性可降化 才艺及美食精华 记者陈一志拿头采访报导 设定的每年